三脚架是拍延时必不可少的工具,将三脚架放在坚硬的地面上,有条件的话可以在三脚架上挂一个重物,特别是在大风天,要尽量避免三脚架有任何的移动。 开始拍摄之前,要想好大概拍多久,这个非常关键,直接决定了存储卡和供电的选择。 拍多久有两个概念,一个是最后的延时视频有多长时间,另外一个是相机拍摄多长时间。 比方说今晚,我想剪辑出一个30秒的延时视频,1秒24帧的话,意味着需要拍摄720张以上的照片。 保险旗舰,我拍800张,打算每5秒拍一张,这就代表着总共拍摄时间是4000秒,也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。 按照以往的经验,一个FZ100电池是足够的,256G的存储卡也是绰绰有余。 但是,如果想拍很长的时间,比方说从天黑拍到天亮,或者拍花开花落,就要考虑外接电源和足够大的存储卡。 原则就是要计划好,做好充足的硬件准备。 如果中途要换卡换电池,操作相机是你在拍延时时候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 最后,可能会希望使用一个更专业的拍延时的遥控器,但是我就使用索尼A1里自带的延时拍摄功能了。 硬件准备好之后,就要开始调节相机的参数。 为了得到稳定流畅的延时画面,我们要关掉相机里的所有变量。 关掉自动对焦,关掉相机和镜头的防抖,ISO,光圈和快门都手动调节。 我希望拍摄夜晚道路的车灯,所以把快门设置成1秒以上,来展示车灯拉长的效果。 ISO调到100,减少噪点。光圈不是此次拍摄的重点,最后保证曝光在0的位置就可以了。 多测试几张,直到拍摄的角度和参数的设置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 打开相机延时拍摄的功能,设置好间隔时间为5秒,拍摄张数在800以上。 为了方便后期调成RAW格式,再把快门调成电子快门或者静音快门,开始拍摄。 拍摄的过程中可以关掉屏幕来节省电池。 拍摄完成,回到家,将所有的素材拷贝到电脑里。 我用达芬奇后期,但是达芬奇读不了索尼的ARW格式,所以要先转一下。 下载Adobe的DNG转换器,再把ARW全部转换成通用的DNG格式。 接着就可以成功地导入到达芬奇里了。 首先,我会浏览整个拍摄的视频,把不好的画面删掉。 比方说这里有几帧,可能是当时别的车灯照亮了山头上的草,删掉。 还有这里有一个诡异的轻微的抖动。 还好,抖动之后画面又恢复到之前的状态,所以之后的还能用。 下一步,可以给画面一些变化,因为拍摄照片的分辨率远大于最后想导出的分辨率,所以可以做一些放大缩小或者移动。 我选择从小视角到大视角,有一种更震撼的感觉。 最后一步是调色。 先颜色。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,我希望给这个城市一个温暖的色调,所以我会把暖色调得更暖一些,然后也提高一下饱和度。 亮度的话,我选择把太亮的地方往下拉一点点,这样也就是多一些暖暖的感觉。 然后把暗处调亮一点,以免画面太过黑暗。 最后,锐化一点画面。 从拍摄到发朋友圈,两个小时就能搞定。 我是小仙,谢谢收看,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